今天重新15次的救援成功在聯盟裡頭 是僅次於陳永文的19次 排在第二 這顆變化球被高國林掃到了左半邊 陳前沒有辦法打在身體前方 這個球是往後滾 現在高國林準備要上二壘了 國林信這時候接他球只能趕盡的回傳往三壘 但是高國林這個時候是快一步的滑上了三壘 所以這球一路滾到全球獎後面 他當然就提供了三壘安打的條件 所以原本有機會是擋在身體前面的一壘安打 這一次陳秉潔決定要賭賭看 但是就有一點猶豫喔 所以一開始來講的話 到底要選擇讓他先落地還是拚拚看 但最後好像有一點點在猶豫的過程當中 最後球其實就有一點點攤得比較高 但這顆球其實田者自己也沒有投好 太高了喔 這顆變化球直接被高國林給貓中 郭天信的補救其實還算蠻快的 但最終來看的話 高國林的角度還是稍微快了一些 對啊 確實其實把林毅全保送沒關係 現在對衛選來講要守的是三壘這一分 田澤再進圓了林毅全之後 這一個投手正面的反彈球 先把三壘上的跑者給逼退了 田澤再把球往一壘傳 來好兩壘 這個球出手打上了三壘方向被攔得下來 吳東榮對角傳向一壘 兩出局 這個球真的守得好 高國林這個球如果要跑應該也沒有辦法回來得分了 對 我覺得這顆球已經打得很好 對 吳東榮雖然上一次有發生輸 但這顆球確實是守得蠻關鍵的 不過今天這樣比賽 確實告訴大家 放球比賽要得分 不是這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眼看就要穿出去喔 最後還是被 吳東榮給攔下 一號球之後這一棒打到游擊防區 結果有一手接到之後傳向一壘 三出局 結束了十局下半 富邦漢將的進攻 十局上 兩個殘壘 十局下半 田澤春也讓富邦留下了兩個殘壘喔 好